法國人會說 義大利人很愛聊天 可是我去過的時候 發現他們太愛 喜歡聊天 真的 所以我去過拿破裏 你知道拿破裏嗎 拿破裏 我開車 也在歐洲 你可以說 你可以看 哪個國家是你的車來的 所以有兩個義大利人 問我 你是法國人嗎 你車是法國人來的 我跟你講他們一定是想要偷他的車 可是 15分鐘都偷不完了 算了 就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義大利真的很愛聊天 光買個冰淇淋 他可以問你身世背景耶 你問什麼來啊跟誰來啊 說好一直聊耶 我們這個交通車 坐在交通車上面 他義大利司機在開嘛 路上一通他朋友聊起來 我們感謝你聊天聊起來 可是但是一種 真的就是一種熱情 然後義大利人是 他的那個步調是比台灣的慢 所以他們都是蠻輕鬆的 所以他覺得 多聊五分鐘 多聊十分鐘 很OK 可是 外國人 就是外國人來義大利 他會覺得 時間很重要 時間很重要 他可能去玩這個點 玩這個點 但沒有時間聊 他想要去那 然後我們義大利人說 不要慢慢來 吃酒去德國兩次 然後第一次去的是 寶石節的工業城 那很棒啊 反正去那邊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記得 其實天氣也蠻好的 然後那個還有空氣 還有水 都很乾淨 對 然後那個就是 那個什麼 就是比較熱鬧的地方 就是那個節目都很漂亮 但是一個缺點 因為 看起來都一樣 其實 每個人 麥當拿都是走得一模一樣 然後走得 而且路很大 很容易迷路 還有一個 他們的麵包 還有 火腿 起司 肉 非常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但是 就是因為吃法差不多都一樣 就是比如說 早上 我第一次就是去他們的飯店 自己可以就是有點像Buffet 那邊的麵包 然後火腿 還有那個起司 直接吃 哇 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但是真的是 沒辦法就是 一支禮筆吃一樣的東西嘛 所以我後來 我去那個小東京 那個小東京 然後找到一間日本菜的店 我人生一輩子 吃到最貴的日本料理 都是你們在那邊 都是德國 我是很喜歡德國 可是呢 我們意大利人有一個 有一個刻板印象 就是說德國非常的 德國人非常可靠 然後德國很準時 德國人很準時 其實呢 我有一個朋友 他去本林工作 因為很多義大利人 喜歡去德國工作 賺的錢多一倍 然後他去哪裡 他必須要去醫院 做那個身體檢查 你才能工作 然後要做那個血測試 他要抽那個 抽鞋 抽鞋完呢 我們都 我們在德國做什麼都很放心 因為我們覺得 他一定是把它弄得很好 對 結果呢 兩個禮拜 那個抽鞋的結果 還沒有來 所以他 他打電話 他說 我的那個結果呢 他說 還沒 好 他一直不可以工作 那 過了 再過了一個禮拜 他就是親自去醫院 因為他必須要賺錢 他必須要那個東西 他去哪裡 他發現 其實他們的 他們那個醫院 他們把他的資料 弄丟了 然後不敢跟他說 一般來講 有名的效率不好的是公務員 對 因為公務員 很有工作保障 所以我們很不喜歡 那種郵局的地方 或是遇到公務員 他們處理事情 速度非常非常慢 如果你在那邊 什麼文件弄丟了 你可能要去政府一些部門 申請新的東西 可能要好幾個禮拜 會非常麻煩 但是醫院 這個我沒有聽過 真的好可怕 所以因為他公務員做多做少 都得一樣的錢 對啊 所以他就不會做快一點 英國人對德國人 有一個很強的刻板印象 就是德國人沒有很幽默 沒有很好笑 其實我美國人也有一樣的印象 就是德國人就是很嚴肅 就是什麼都東西就說 嗯 啊 痛 就這樣子 什麼都就很 還有不幽默 還有一定要準時 可是其實我認識一個德國人 沒有錯他一定要準時 但是其實他滿就是滿輕鬆 他沒有那麼嚴肅 沒有就是 但是我跟你說 他真的幽默真的不行 真的 他太多冷笑話 真的 就像是我想一下 有一次我跟他去海邊 然後我們要走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那我要跟海要wave goodbye 因為海在跟我wave 你就把他推下去 然後我就說 就翻白眼就覺得 太冷了 對 你沒有噴他乾冰喔 好冷喔 對啊 這照起來 我說 你們這 你們國家真的有綜藝節目嗎 他說有耶 蛤 我真的好想看你們的綜藝節目 好笑喔 看你也聽不懂啊 都講個對話 我知道啊 如果看得懂的話 你會覺得好看嗎 很好看 沒有 沒有 我們有很多難看的 可是有幾個很好看 真的喔 對 可是我 我講你們又不相信怎麼辦 反恐莫變的感覺 真的 你們聽不懂德文嗎 如果你們聽得懂就OK了 還是我應該要在YouTube播一下 我放那個字幕 就真的給大家看 沒關係啦 好 我德國大家聊完了齁 就是我們來聊一下瑞典好了 瑞典 瑞典 其實我去也才短短的幾天而已 那我們就是室內觀觀看了一下 其實瑞典也真的滿漂亮的 而且因為瑞典它 我們是去首都嘛 斯德哥爾摩 所以我們天氣是非常OK的 不會到很冷這樣 去的時候就知道 北歐好像很多 福利制度 但我去的時候 聽他們介紹才發現說 好的 太誇張了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他們學生 小朋友 讀書就是九年都不用 這個付學費 真的 免費的營養午餐 這個再對我們家長來講 聽起來就覺得 太棒了 多生兩個 多生幾個 多生幾個給徵母養 對啊 哪有這麼好的福利 然後去醫院看病也不用錢 就等等 一點點的什麼過號費 手續費 對啊 看你要不要住院 如果不住院的話 你就是拿藥 那拿藥我是聽說 甚至你在 你等一下反映一下 他說第一次 譬如說第一次拿藥 就第一次看診 就拿藥100塊 那第二次再來回來看的時候 複診有沒有 就變75塊 第三次變50塊 就說 真的喔 真的 在芬瑞你吃藥越吃越便宜 越吃越便宜 而且 而且你到了 某一個金額 就免費了 真的 就不用再付了 哇 吃藥吃不用錢 真的 你們國家怎麼還沒倒啊 對啊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就是 但是為什麼 你要有福利 那一定要有高的稅嘛 至少他收了稅 有回饋在你們身上 對啊 我們 我們台灣 對啊 你再講下去嘛 再講 我們在等你啊 沒有 我就是說 一樣嘛 我們都是稅很高的國家 對 對 你想要要求那個 他等你啊 他不用錢對不對 你自己跳幹什麼你 對 我想說你會幫忙借 我想說 我很高 瑞典是真的就是很多 很多的福利啊 除了我們說的這些之外 真的就是很多啊 那耳外我是覺得 因為 大家都一直都會說 瑞典好冷喔 好冷喔 然後只有這個影響 但是 其實 因為瑞典是很長的一個國家嘛 那我們也是分 北部跟南部的 那 其實如果你在南部 那邊夏天真的會很舒服 因為也是會就是很 就很熱啊 你穿短袖啊 穿短褲啊 都可以 然後就是會流汗的那種 就是很舒服 就是比較短而已 在瑞典的夏天 可能大概就只有兩三個月而已 然後其實它就是真的比較冷 但是去瑞典真的是很適合去 就夏天去 真的會很漂亮 那台灣呢 台灣人對你們這些國家 有什麼刻板印象 你覺得是不對的 或是你覺得 這是正確的 你們有聽到過的 義大利我覺得有一些刻板印象 我不太認同 一個就是這個 義大利人很會穿衣服 不會啊 看了就知道了 看你就知道了 看我就知道了 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 其實我這樣已經很認真的 在選一 搭配了 你是說Almo嗎 對 因為認在這條衣服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覺得 義大利人對衣服很有性感 可是我們義大利有一個城市 就是米蘭 米蘭真的是Fashion的中心 那邊的年輕人 就是我這個年紀二十幾歲的 十幾歲 三十幾歲的 他們把整個薪水花在 衣服 衣服上 Fashion跟那個雞尾酒 他們就是那種最頂級的 然後你在那裡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你會被 排擠 對 你會被排擠 就是你會覺得 你沒有辦法 投入那個環境 可是呢 你一離開米蘭 我們 然後人平常都很少 我住的地方 只有二十萬個人 然後 算是中等的 所以我們 對 我們是很地區的一個 農民 真的只有在米蘭 真的 然後你那邊也沒有啊 真的 因為像我這一次 剛從義大利回來 我就出了一個球 因為我去了拿破裏 去了佛羅倫斯 跟去了羅馬 然後我就沿路一直看 一直看 我就一直在看 因為我印象中 義大利人就是很時尚的 所以我左看右看怎麼 怎麼都沒有這種人 然後我忍到第三天 我問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坐那個巴士嘛 我就問巴士的司機說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來這個地方 是不是都沒有義大利人 都是觀光客 然後他就說怎麼說 我說 他就講了跟你一模一樣的話 他說沒有 你要看時尚的人要去米蘭 然後他就說 你沒有做這個功課 我說哦 真的 而且他們差別很多 我們以前學校有一個 很浮誇的義大利人 然後他就是從米蘭來 他每天上課 就是穿那種 你在雜誌裡面看得到的 金花襯衫 然後還會別那個 那個叫什麼 靈巾 弄在裡面 然後就是弄得整個 都很細節 頭髮的角度也就 設定好就上個課 然後就是一定是要 最新的皮鞋牛仔褲 然後就是每一個 都是一定要很時尚 然後每一天都 他的衣服都不會重複 那種 他就在衣服都不會重複 我怕他也會再操 他就在衣服都不會重複 一切 他就在衣服都不會重複